剛才這個福大哥 我只是把剛剛講的補充一下說 因為高潔案辦到後來不了了之 我說科羅拉多河流到沙漠去了 沒有流出來 這引以為戒 那我們當然希望這個陳水平案 不要像高潔案切材有切到不去 倒是因為這裡面你剛剛提到 這些企業界 事實上牽涉到二次經改 因為我有朋友 當然也是在金管會認很重要職務 我會請教他 說事情那麼大條 你們金管會對這些案有沒有處理 他說絕對沒有會處理 我知道金管會在陳中領導下 跟陳述一樣一定很保守很被動 絕對不會碰的 因為他官僚是一個命一個動作 你不交棒我就不做了 所以我導管說 因為我是一直主張二次經改 要重新徹查全面體檢 盤查移民 我講很多次了 所以這不是特徵組 也不是金管會 我希望說這個政府當局 你再宣示 因為這個太複雜 資金太多了 這個錢很多 不但有陳水平的弊案 還有本身政商關係 所以我是建議說 馬總統劉院長應該成立一個 跨部會的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 針對金管會 因為業務太複雜了 還有法務部 是不是要用行政力的強力劫力 來做徹底調查 還財移民 這比給我們3600消費劇 更重要 我說這一點 總統要有宣示 別再說我尊重司法 那是一回事 我把no comment 但針對這個二次經改 如果不做的話 因為今天陳水平出來 你剛剛問人家 人在牢靠 那些曾經捐給他的人 就不講話了 寒蠶消音 我覺得我不要惹事 就像故障的客人 要跑跑跑跑跑跑跑 道理一樣 看陳水平怎麼帶著大家脫罪 對 所以說這一點 我覺得我們政府一個 不可排掉的責任 就是一定要針對二次經改 做徹查 這跟陳水平 弊案是同樣要進行的 我來回應一下 剛剛中心講的那個放鞭炮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 就是好像一個死亡率非常高的 癌症病人 他第一次開刀成功的時候 他的家屬 是有放鞭炮的心情 雖然想到最後 還是難免一死 但是總算今天度過 可以回家 是可以放鞭炮 倒是不要說 因為跑不斷 怪說痛 說身分是怎樣 我覺得我必須講 身分不關到這麼悠的事情 那你現在開始 關關難過 關關過的 但是你現在開始講到其他十個 因為我們今天都在講 公平不公平的事情 那我一直 我的看法是也許 不符合此刻大家的心情 但是我的感覺 是其他十個 永遠不公平 不公平 我覺得他們 太輕了 太寬了 太寬了 那為什麼 我也可以理解 為什麼 因為整個案子裡頭 我剛才講 縱向的 值得比較 因為首顎是阿扁 那這個特徵組的壓力 要卡住阿扁 而且要嚴謹 而且不能讓他跑掉 證據要充分 這個責任 這個壓力非常重 所以任何人有貢獻的話 特徵組的檢查 還會說 你是很厲害 好才有你 不然就差點 你說污點證人太多就對了 也不一定是太多 但是他們每一個人 如果 包括顧中人在內 他也不是污點 他是污點證人 他是證人 他定案偵辦當中 所以任何人的供詞 對卡住阿扁的證據力 有貢獻的人 在特徵組 檢察官的心目中 都認為都被放大了 他的貢獻都被放大了 所以相信之下 不應該重親發漏的也重親 不應該免刑的 這裡面誰不應該 我覺得一大堆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如果他們這些人 當然沒有阿扁 他們也不會犯罪 但是如果個人有那些罪行 都不應該重親的 很多人同樣的東西 都關十年十五年以上 關到十年三五 現在都好像相對 都被阿扁的地銀了 你知道嗎 這個公平嗎 這個我覺得也不公平 陳醫師講這個是有道理的 就是說你這十四個被告 你要分成兩邊 一邊是寶萊四人組 然後一邊喔 不是減刑的啦 就是免刑啊 不然就污點證人啊 你有沒有拜託的 那你乾脆就說 那我只辦寶萊四人組 不是比較快嗎 其他都沒找啊 其他都辦個找我啊 這個是 這個道願到法院上 會有一點爭 因為你這樣辦 你就沒有優惠了嘛 你應該是說十四個比告 理想的狀況就算說 我一個污點證人 或是兩個 然後我把你們另外十二個 不是這麼多都是污點 對啦 他這辦有比較離間去 昨天啊 主持人你讓我們看到 吳錦茂的那個訪問 因為我們昨天是 先出來一張新聞稿 他的新聞稿 這邊是痛罵寶萊四人組的 我就不念了 他說其餘被告 也就是除了 陳水扁他們那四個人之外 其餘被告因為自白 或是態度良好 請求給予減輕 或免除其刑 但因為最高檢察署 特徵組長一寫 我們這個駐地 台南的記者 趕快跑去問吳錦茂 結果吳錦茂說 我有減輕或免除其刑 感謝感謝 這個好感謝 其實沒有 這個太感謝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起庸書寫什麼 起庸書寫這樣 背告吳錦茂陳群英的部分 西辦洗錢盲事法 沒了 沒有說他這個態度良好 配合都沒有 你看下面的 下面的這個蔡明傑 有直接講到減輕 然後這個蔡美麗 也直接說要減輕 因為其他人都有寫 犯後態度良好 充分配合調查 依規定減輕 所以你看我多麼好心 我請吳錦茂 你是不是去check一下 是不是弄錯了 你到底有沒有被減輕 這個很重要 而且主持人 我要特別講一下這一份 很重要的報紙 這個是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當然也是創建 就是說到底那個 國泰釋華的金庫有沒有 那個金庫的錢 到底是怎麼搬的 我們一直搞不清楚 那個蔡振宇不是被告嗎 沒有告 人家終於搞清楚了 在杜立平 他們去搬之前 其實本來陳水扁是叫蔡振宇幫忙弄的 他拒絕了 陳水扁打電話給蔡振宇 所以你幫我藏一下 蔡振宇不肯 沒錯 結果你看自由時報是這樣寫的 自由時報寫說 前第一婦人吳淑貞 原先找國泰金庫副董事長 蔡振宇協助常例7.41什麼的 嘿 明明是陳水扁叫林德遜 所以他就變成了吳淑貞 你怎麼寫成吳淑貞喔 幫阿扁 他是千萬不能咬到陳水扁就對了 不是 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我們 昨天都對記者而言都負擔很重 寫錯了沒關係 更正就好 因為這差別很大 也就是說在杜立平跟吳錦茂 出發去搬錢之前 其實本來杜立平他們不用搬了 是這個阿扁 蔡振宇自己躺躺的 這個我也把它找出來 我跟自由時報講 在第144頁 可以去找一下 這寫得很清楚 導播拜託一下 這很清楚喔 就淡水扁啊 叫林德遜靠蔡振宇啊 蔡振宇就沒了啊 逐政陳水扁有共同隱匿 犯罪所得的洗錢行為 這段非常是關鍵的 尤其是蔡振宇那個7.41的部分 對你講後續徵辦的部分 非常關鍵 請自由時報會語更正啦 寫錯沒關係 更正就好 我們來看這7.41 我們回到7.41來看 這7.41在整個起訴書中間 佔的篇幅其實是非常非常少的 有的部分提到他 然後大部分都是說後續徵辦 跟這7.41有關的是 剛才講的 跟陳水扁有關 陳水扁知道有這7.41 這個是整個起訴書當中 卡到陳水扁非常重要的關鍵 所以他知道有這筆錢 所以才會有後來的共同洗錢的行為的認定 他在95年的6月就指示林德遜 洽請國泰金控的蔡振宇代為處理 這個現金頒以藏匿的事情 卻被拒絕 那這整個證詞當中當然問了林德遜 也問了蔡振宇 對 所以林德遜跟蔡振宇都證實有這件事情 那吳淑貞還說沒有這筆錢 也許這件事是陳水扁處理的 所以吳淑貞不知道了 有可能這筆終於是陳水扁的錢 吳淑貞不知道了 然後另外吳淑貞後來又知道了 他請杜立平 惠同 吳錦茂跟陳俊英這些人 把7.41從國泰世華搬到其他地方隱藏 他這邊沒有寫原大 對我說起訴書上面沒有寫原大 可是他寫原大他可能會寫 那個譚詞是講原大 對 他又要寫令案偵查 所以他沒有寫原大 然後跟這7.41有關的一件事情 還有陳志忠跟黃瑞敬 寫到說陳志忠跟黃瑞敬結婚之後 兩度進去國泰世華銀行的保管室點錢 就是說進去這個看一看 所以結婚之後陳志忠王子 就帶著王子妃去尋自己家裡的金庫 告訴他說 欸 我們家很有錢 所以陳志忠跟黃瑞敬應該都看過 這個金山銀山 對 然後說他們沒有懷疑說 為什麼家裡有這麼多錢 這又不合理 所以說 你說55天不知道 是不確實的 不是 陳志忠怎麼不知道裡面有錢 前期是陳水扁知道 後期是吳祖珍知道 都知道 點錢 吳祖珍不會找人去點錢嗎 我想 他自己都繼續點一點 怎麼會錢常常在那邊不點呢 叫蔡正宇去幫他去把錢搬走 蔡正宇當然不要啊 蔡正宇要罵吳祖珍 我坦白說 因為 用陳志忠的名字 租的保險是 結果 那個要付 100多萬 保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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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祖真的不付 不付 結果怎麼辦 公司怎麼辦呢 拆著你幫他墊 保管費是拆著你幫他墊 去就去死了 他說如果是存在銀行 你還要付我1000萬利息 我沒跟你要1000萬利息 已經很不錯了 所以真的是很離譜 他們這一家 你說他們這一家 你說要侵犯過他們 大家怎麼能接受嘛 那吳景茂犯後態度良好 即使檢察官這裡沒有說他良好 搞不好他真的不是很良好 他還有機會很良好 到法院去在審判的時候 表示態度很回悟 甚至在檢方沒有講的 再把他講得更清楚一點 也是態度 犯後態度良好 他昨天的犯後態度 是還蠻良好的 良好良好 我們再看一次他這個後悔啊 道歉 他阿伯的錢 我就要請給你查 我們每一個丈夫 如果不是違法 這個丈夫 那是個人的隱私權 都是真好多 最真好多的人說他是惡性 那是前輩的錢 這樣 驚訝不能替一個行動不平的老母 這要算什麼驚訝 所以他覺得這個非常憤慨 我們這個看的喔 不是吳錦茂的犯後態度良好 看的是陳志忠的犯後態度不好 陳志忠呢 在這個起訴書當中呢 被這個法官說 被檢察官說 他應該是直系血清 然後呢 理論上是可以減刑的 原本是可以減刑其刑 但是呢 他們實在是在本件洗錢案的 所設的海外資產的 主要的受益人 而且呢 就不願意就海外資產全面交代 除了他們這個犯後態度不好之外 剛才我們也講到了 他們兩個人是有去尋金庫的 對就是有去看過金庫去兩次 所以知道自己家裡頭有這麼多 突然冒出來的錢 那表示說被支配被指示完全不知情 這個說法可能是不成立的 所以才會請求從眾其刑 然後不過 昨天律師幫他解釋說 看了起訴書之後 陳志忠覺得實在是太憤憤不平了 說這太超過了 說呢 我只是盡孝道 我媽媽行動不方便啊 我幫他理個財 這是盡孝道不行嗎 梅宇 那個起訴書裡頭是說 他們很哀怨的說 我是被支配的人頭 但起訴書反過來講說 是他們在支配錢 起訴書對於那個95年12月15號 他媽媽昏倒那天 他陳志忠去哪裡寫得很清楚 他飛東京 從東京再轉美國 然後接著兩天後 就美林公司派人到台中 他們帶來做未來 趕快開一個火頭 馬上就趕快轉錢 所以到底是誰在支配誰 他真的那麼無辜嗎 我剛才也說過 他用100萬的現金 但是通常我們去買東西 他一百萬去買一個卡丁的表 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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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入 還有三度 賺表 賺年 路 好貴的 你給他看 我剛剛就想說 有一個報紙不是講說 那7.4有多少 用10公分 100萬的厚度 做一片牆 有兩個人這樣刮 所以他們去選的時候 兩片牆這樣刮的錢 你說這種人他怎麼會說是 我是被支配人種 難道你不會問媽媽說 媽 我們哪有這麼多錢 這錢從哪裡來的 媽媽說 傻孩子不用問 你敬笑道就對了 對啦 你吃三台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說 他是一個討法律 兩個碩士 法學碩士人 英文又非常的懂 女兒在教英文 在老英文 不跟她媽媽說話 所以這種的小孩 真的是說 敬笑道嗎 這個符合社會的觀感嗎 我是覺得 阿扁這件事 我覺得 現在說出來 你看看 那個2萬對600票 不然到700票 算他好運 就像阿扁的2000年 當選的時候說 不然我好運 你是怎麼樣 阿扁那種熱鬥 你是怎麼樣 沒關係 我說這條路很長 當然很多人 包括輝文跟劉老大 他們都很資深的司法記者 我想從他們剛剛談到現在為止 他也覺得說 不可能是這個長民 有法官可以做這個判決 那對陳志忠跟黃瑞進 我是覺得有一次我在說 他怎麼好 有一張信用卡去刷 不知道誰負責 又無限卡 神老大跟我說 你不用跟責任 我現在想起來 真的不用責任 有那麼多錢 都會寶來 他們四人主 你看我 我看著你 插起來 南非 現在錢 你剛才說的7.4億 5點多已經會出去了 其次出差就已經會出去了 回到還不知道 1.7億 卻撞起來 凍結了啦 現在是不知道說 他還有錢藏在哪裡 還有市警署 那個市警署 要不要到最後 全部要拍賣 來償還他所貪污的所得 我們慢慢來看 慢慢來看 有錢不一定拿得到 你終於開銷了 你終於開銷了 美一啊 你不要以為不可能 如果周戰春 新政認為陳志忠 黃瑞進是禁孝道 禁孝道 看覺得他無罪 我覺得也不無可能 那我看著好了 那我看著好了 你到時看好了 你到時看好了 我現在對這個周戰春 因為他是卸任總統的兒子 所以應該很孝順 我覺得益鴻 益鴻是昨天猜錯了 所以他現在 不一樣的事情 都是過度反應 我覺得陳志忠跟吳錦帽 昨天態度是完全不一樣 吳錦帽是誤以為他 重新量新 背面新 所以他顯得很謙虛 所以意思說今天要去問一下 但是我必須 替吳錦帽講一句話 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比起姓郭的 姓蔡的 他的態度 他的反悔 他的自白是比人家慢 但是這個有親情 兄妹的關係在裡頭 同樣的你反過來講 陳志忠看了昨天那個 人家罵 那個檢察官罵他那個樣子 他會不會改正 他不會啊 他怎麼能改呢 因為父母親死搖不放的話 我做兒子怎麼改呢 要繼續進孝道 所以我一再再講 這跟孝道無關 是父母親不改的話 他改不了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 這怎麼會跟孝道無關 這就是孝道啊 這是回頭 這老婆老婆在幼兒子 這是北母幼兒子 還是這個兒子 今天陳水扁跟阿珍 如果不從陳志忠的未來著想的話 執迷不悟的話 我跟你講這個陳志忠 很難有拖身之道 你再請你而已 主持人 我的看法跟那個益鴻兄一樣 不過我是顛倒看 如果 顛倒看也會一樣 如果這個李英豪 昨天抽籤抽到他 如果他在籤同名牌抽到他 陳志忠跟黃毅進 雖然特等組不敢押 也不願意押 可是開庭 李英豪開個兩庭可能 然後你在跟我刷水批子 不是啦 你給我那個看守所去靜孝道 你就給我進去了 2630在裡面 這兩個都有可能會進去 結果遇到周端春 所以剛剛劉玉宏的那個研判 不是不可能 原來你們是被支配的角色 他也可以這樣判 而且你們還這麼孝順 沒關係 我跟你講主持人 我也呼籲觀眾朋友沒關係 隨便他怎麼判 趕快一審走完 把案子交出來 碰棄了啦 你把案子交出來 因為你... 就跟葉三帽遇到李英豪 也趕快希望過了就算了 對 你也不是定念判決嘛 我看你之前判決也沒有什麼高明的地方 你就趕快判一判就好了 你判趙建民半年 這個案子我頂多給你一年 我看你能... 那吳淑貞的問題你自己解決 第二個 從你剛剛這個檢察官在責備 這個賢康力的部分 請問... 你看他責備賢康力 所以你不要再誤會檢察官了 他們還在講賢康力 你一直說禮遇他 對 我要講就是說特政組是束手無策的 我不配合嘛 我不簽嘛 陳志忠昨天的憤憤不平說 他說那是隱私權耶 我的帳戶有多少錢 那隱私權 什麼叫做隱私權啊 他是說我的錢 難道擺在馬路上給你們看嗎 對 那是在法院講的 昨天他講的是說 那是他的... 他不簽這個授權 那是我的隱私 對啊 如果不是犯罪所得 你的帳戶有多少錢 那是你的隱私 可是如果是犯罪所得的話 那就不是你的隱私了 我要請問大家說 經過四個月的偵辦 特政組對賢康力的海外帳戶啊 這些金流的這些東西 還是沒辦法嘛 昨天給你看的起訴是什麼 是海角七億嘛 是瑞士聯邦檢察署 整天都查好了丟給你的啊 那美國的查了沒?有查 查到沒有?沒有 日本的查了沒?有查 也沒查到 因為我們就沒有辦法跟他們沒有... 沒有司法互助 對 我們就查不到 然後查不到呢 陳時中就有可能照 前天聯合晚報寫的 35歲出來就是億萬富好了 就是就算他依最重的刑期七年 然後出來35歲 億萬富喔 那也是越來越去 都說我的 因為你查不到嘛 我的意思不說要刑囚或是押人去中 我的意思說 你明明... 你的動作已經出來了 我是模擬啦 我說你那個錢加一加有沒有 就超過七億了嘛 錢怎麼加都超過七... 等於是加起來十五億了 對!至少十五億喔 至少喔 你現在錢都不起來的情況下 你看著他們兩個這樣子 你拿到沒辦法 那我是比較建議喔 特政組把案子交出來啦 如果... 我都沒辦法嘛 我都辦不出來 辦不出來要換人辦啦 這搞笑啦 合理... 如果說七億喔 領到大華超市那個懸賞 五百萬的話喔 美金 對!五百萬美金的話喔 特政組檢察官叫切戶 七億... 人家七億查出來啦 沒有查出來 人家七億 憑什麼拿五百萬美金的懸賞 表示他卻有證據啦 卻有陳和元那個 七億沒有公權力 他都可以拿到五百萬美金 所以你檢察官有公權力 公權力不能到美國行使啦 但是你可以 調動國內一些志願來支持你 你都查不出來喔 休於拿到五百萬美金的時候 我們一天 就是特政組要切副的時候 對!我對大華超市喊話一下喔 不要玩那種文字遊戲 把那種範圍再擴大一點點就好 你們那個超市租的那個地喔 跟誰租的 租的那個地跟誰租的 那個公司 收益員 有沒有陳志忠 古東有沒有陳志忠 是不是陳志忠的什麼 那個信託帳戶開的什麼的 擴大一點點 五百萬美金 我也很想念 特政組的解釋啦 說他一筆三十萬的美金 透過三四十年的洗錢 洗二十幾 用紙上公司用假名 所以我們要加白茶啦 洗錢就是這樣 很難啊 洗錢就是這樣 一層一層洗嘛 我們先接一下柯毅 我們先第一通這個 永和的陳小姐 陳小姐請說